海關早前展開特別執法行動打擊無牌月餅 行動中拘捕一男兩女檢獲49盒無牌月餅 市值大約16000元 當中涉及兩個品牌 分別是半島酒店迷你奶黃月餅 和美森流森奶黃2023 無牌貨售價是正貨的7至9折 海關提醒市民購買月餅時 應該留意包裝分辨真偽 例如美森奶黃月餅 正貨盒面有粒突紋 假貨就只有平面印刷 正貨有防藝標籤 但假貨標籤內的二維碼 就無法經官方指定應用程式做檢驗 而且兩個品牌的食用到期日 都是每一盒印上同一個日期 但假貨就每盒都有不同的到期日 無牌月餅的來源仍然調查當中 不過海關相信流入市面的數量不多